TVB一言唐世勇6月27日现身香港荔枝脚 宣传主演并正在热播的TVB新剧白色强人 唐世勇表示也会上网去看大家的评论 那手势如果步步高升的话 唐世勇你打算怎么报答大家呢 他们不是已经说要来录了吗 拍来录这个交给他们 那我最现场的就是救人的吗 那如果我可以救人 就是看他要员工夫妻还是要拆那个心口 那我就去做这个吧 如果这个收拾很好的时候 另外看到唐世勇最近和好姐妹黄翠如一起去了旅行 唐世勇上传合照并写到一句话一个电话走 看来你们的旅行都蛮急性的哟 是的因为我生日的时候在开工 然后就他没有跟我幸福嘛 然后拍完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就说 哎我想我想走 然后他说好我们就走 那我们就马上去买支票 然后就第二天我们就废了 我觉得这个很疯狂的事情 然后他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嘛 他也废过去找我嘛 我觉得就是人生有时候就是要做点疯狂的事情 然后老的时候我们回头想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此外早前曾爆出在酒店帮唐世勇庆生的金融男博客叶朗成 最近在个人社交账号中公开大赞唐世勇称叫我如何不爱他 话说你们这是不是确定好关系啦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网络上都会跟我示爱 他们有一些还会说想跟我结婚 我一直说的很多很多谢谢 那我就可以说谢谢你们的爱咯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